一威的人生活福大逆转 戴一威 一个美丽的台湾女孩 学业工作一帆风顺 高中大学就读于台湾最好的学校 台北市立北一女中和台湾大学 出国留学一帆风顺 在美国康州大学获得生物技术硕士 和电脑工程两个硕士学位 从来不用找工作 都是工作来找她 可是这一帆风顺的人生 在三十岁那年 突然买了个大逆转 2005年 戴一威才上班一个月的某天 她开车下班回家的路上 一辆车子从后面猛地撞上她的车 戴一威的车子被撞得全毁 她身体的软组织受伤 不过从外表上 却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 休息一个月后 她就回去工作了 过了几个月 戴一威的身体越来越糟 开始全身关节疼痛 最后连走路都变得非常困难 戴一威害怕了 决定辞职回台湾看中医 把先生一人留在美国 返回台湾 她找到了一位著名中医骨科医师 为自己治疗 医师告诉她 您的关节每一个都错位了 错位在X光的误差值范围内 所以看不出来 来得太晚了 很难好了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 戴一威的病并没有好转 渐渐的她不能自己开门 不能自己穿衣服 连板也拿不住了 后来又得了名叫 纤维肌痛症的后遗症 每一个细胞都痛得要命 靠注射马飞止痛 一年半后 戴一威放弃了 在台湾治愈自己疾病的想法 返回美国 离开台湾前 戴一威又找了一位 医德高尚的中医师 给自己诊断 医师针刺血位 看到流出的血都是黑的 说你要回美国了 没人能救你了 自己就自己吧 练法轮功 练了什么病都会好 并把一张精美的 法轮功真相资料给了他 回到美国后 一些关节很快就错位了 戴一威要求妈妈 让他回台湾继续求医 妈妈说 别回来 之前治病 钱已经全都用光了 戴一威哭了三天 难过地想着 我这么辛苦 念了三十年 拿了两个硕士 到头来 却连自己的一碗饭都挣不来 活着除了忍受痛苦 其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此时的他 内心痛苦万分 最后决定为了家人 再痛苦也要拖着活 但是到底 要不要放弃 寻找根治的方法呢 可能债台高筑了 也找不到 但是不找以后 会不会后悔 但一威心里非常挣扎 这使他想到 那就来练练法轮功吧 他从明慧网下载了转法轮 花了一天时间全部看完 但一威兴奋地大叹 终于找到了 我要修炼 我要修炼 第二天早上醒来 他发现自己 一向不听使唤的手 可以随意动了 感觉一下全身哪都不痛 起床 走路 下楼 纠缠他两年的痛苦 全都不见了 隔天早上起床 但一威去了附近的 法轮功练功点 跟大家练神通加持法 单盘打坐三四十分钟 关节不但没错 胃脱臼 还更舒服了 但一威恢复了健康 内心雀跃不已 这下可确信了 师父收我当弟子了 一个已经要申请残障补助的人 幸运法轮大法走进了修炼 满身伤病 一眼之间全好了 不但好了比车祸前还强壮 本来健康 事业 婚姻 家庭都快没了 人生差不多结束了 又被赐予第二次机会 2008年5月12日 修炼法轮功八个月的戴一威 第一次参加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 戴一威说 这是我们庆祝师父的生日 感谢施恩的一天 施恩之大 永远报答不了 我只有珍惜大法 精进实修 来报答施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